寒流来袭一大早天气真的特别的冷 那正常的现在就是这午餐时间 带大家来看一下热乎乎的暖味料理来致寒 高雄左营有一家牛杂汤 以现在牛肉跟牛杂炖煮 汤鲜味 这软嫩的牛杂还带有Q度 是相当知名的传统早餐之一 另外彰化则是有一家七十几年历史的羊肉店 今天一大早也涌现不少客人 要点上这么一锅的羊肉炉 营养满点全身也跟着暖和起来 随着热气飘散 牛肉鲜味扑鼻而来 再加上些许九层塔 滚烫高汤一冲就是一碗美味十足 足以赶跑寒冬的牛杂汤 我弄牛骨 全部都是以牛大骨 骨骨的口 凌晨两点多 高雄左营这家牛杂汤就开启炉火 新鲜现在直送的食材在大铁锅中炉煮 完全没有人工调味 一切纯天然 一大锅牛肉半斤半肉软嫩中还带有Q度 以豆瓣酱大火快炒酱香入味 配上一碗肥肉适中的肉燥饭和经典牛杂汤 这一顿早餐营养满点 牛杂汤很好喝 来 汤头很好 要好又实在就吃习惯 来到彰化花坛这家七十几年历史的羊肉小吃 一早市场人潮热落 不少人都是为了这一碗羊肉汤 中药炖煮汤头干甜 带皮羊肉看得到Q嫩 羊肉炉加入蔬菜熬煮多了一份清甜 新鲜羊肉在锅中只要清算几下就是入口的最佳时机 不论是牛杂汤还是羊肉汤 在寒流来袭气温骤降的日子 让人全身都暖了起来 记者林亦峰SNG小组综合报导